我原来以为你是一只大老虎 寡人怎么会是老虎呢 老虎是大王啊 你也是大王 小芈月可爱激烈 一瞬间俘获了父王的心 虽然四年没见 但楚王对她摆一摆顺 芈月让大王站起来 重复拍打她的屁股 像是总跟芈月说 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今天她摸摸父王的 看看到底摸不摸的 童言无忌 大王听了哈哈大笑 芈月简直就是开心果 她让女儿摸摸自己的脑袋 芈月随心所欲 摆弄父王的胡须鼻子 欢声笑语停下来 随即声音压低 恳求大王去看看自己的娘亲 四年来 像是一只潘大王 都快成忘腹使了 大王爱屋即屋 立马决定拒绝王后的邀约 该去像是宫里 为了让芈月以后能顺利进入大殿 大王告诉她 大殿后面有个片门 从那里进来就不会被拦了 晚上大王驾到 独守空房多年的像是 压根不敢相信 懒于舒西打扮的她 赶紧向大王请罪 原来芈月一回来就告诉她 为女儿信口胡言